刚才这短片当中 你知道我对一件什么事 最感兴趣吗 我估计是关于智商的问题 对 169 说明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周围的人 大概都比较蠢一点 我没认识智商这么高的 达到140 高智商 已经是 高智商了 接近于天才了 我所认识的智商最高的人 就站在你旁边 谢谢 谢谢 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 这是体现智商的事吗 我跟你说 跟智商有关的事 就有一次把我吓着 在我N多年前结婚的时候 结婚要婚检 大家知道吧 心肺啊什么的杆啊什么 都弄一遍 我一上二楼拿着这个东西 就跟体检一样 到处都得盖个窗什么 打个钩什么的 就拿着这个一上头 我一看二楼 我一转弯测智商的那个 智商室 对 我一看到那个 吓得我夺路而逃 为什么 我不敢 担心什么 我不敢测这个 太高把那个仪器给测爆了 我一直没有勇气面对确实 因为我知道低于70 就是相对比较弱智 万一我一测 测出个四十几 我这后半辈子怎么过 我干脆不测 我不知道不就完了吗 这些是给我压力很大的 来看下个照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